米剪 還有河山豆 還有我們松植 宜蘭名產業者捐出自家產品義賣 還親自推銷 邀約喜歡吃餅的民眾一起做公益 素油飯 素粽 以及新鮮水果等等 擺上桌就吸引民眾目光 花蓮慈濟醫院大廳變成公益市集 活動發起單位是社福市 我們持續醫院的病患 很多沒有錢就醫 沒有錢請看護照顧的 那都由我們社福的基金 這樣一直拨出來 也是醫院的錢 這個費用太大了 那我想假如說我們也要照顧花蓮 花蓮花東的鄉親的話 我們就來為他們舉行一次醫賣 來補貼他們沒有錢可以付的基金 醫院是眾生平等 不管他是窮的弱勢的貧困的 我們都有享有最好的醫療 所以有這個義賣的這樣子的一個籌募款 不分你我出錢出力還能品嘗美味點心 每筆交易都變成愛的基金 更可以累積善的力量 大約新聞 鄧明儀 花蓮報導